看见雪山了吗 我们今天就去看这个雪山 我们开到了这个雷尼尔雪山国家公园 马上就要付费了 我跟前这个就是西雅图 或者说黄盛顿州最有名的这个雷尼尔雪山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镇叫天堂paradise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 普通人不需要那个特殊执照的 你可以走到大概雪线那个地方 然后只有有特殊执照的人 或者专业爬山的人能够爬到山顶 然后本地最出名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樱桃 就是以这个雪山命名的 这个雪山也是华盛顿州著名的 三大国家公园之一啊 这恐怕是人流浪最多的一个国家公园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 雪还没化 看到吗 这边都是很厚的雪 然后周围有一些小山峰 但是没有这个这么大 有点富士山的味道 就是很独立的一个小山峰 但这里 每年都有很多爬山 或者想爬到这个山顶上去 也是印度人民最喜欢的条路 大家看到啊 前面这条小路 我们顺着这条小路爬上去 就可以到雪中 大家看着啊 我每年来到这里都要往上爬 大概爬个三公里 就会爬到雪线的那个地方 哎呀爬呀爬呀爬 你看旁边的雪都还没化 哎呀这个人就穿了这么一点 幸好他胖不然就冻死了 还有人在上面跑步 妈的炫耀嘛 人推着一下 这个每年从雪山下来 都会到这个火车餐馆来吃饭 今年感觉特别特别 在路边买了一个英堂 解决了美国人民的这个就业 来 下次跟我一块到这个雪山来玩 我太阳好了 不能特别承讨